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我們來到Metro Town Metro Town SkyTrain站在這邊 旁邊已經是Best Buy Mall 再後一點就是Metro Town 來到這個地理位置 跟大家介紹一下Metro Town的現樓狀況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很多Metro Town的樓花片 又沒有實地跟大家走過 到底Metro Town現有比較新的建築 他們是怎樣的 我們今天也會借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剛剛正在交樓的建築 就是Sun Towers 去Sun Towers之前 我們可以看看這一區 我現在就在SkyTrain的這一邊 其實這裡是有兩條街 右手邊就是近Metro Town那邊 就是SkyTrain的右手邊 就是Central Bolivar 走一些大巴士的地方 中間就夾了SkyTrain和草坪 去到這一邊也有一條馬路行車 小一點的街 但是這一邊 大家可以看到SkyTrain以南 有一條條的小街 從最遠到Dow開始 一路去到Sylver 我們今天一條主街在這裡 一路再過到Modello那邊 這一條條街 都已經建好了很多建築 這些全部都是2010年之後的建築 最遠那一棟還在建築 還有High Line 這一棟就是Metro Place Central Corp 然後來到這裏 Sylver 已經是最發展成熟的一條街 多一些樓 是Sun Towers的兩棟 這個發展商是Belford Sun Towers就是Tower One 去年2021年交了樓 住了進去 我們現在就是入少少 不是對正SkyTrain 我讀Sun Towers Two 我們稍後就會上去看看 我們今次會看一個租盤 有客人剛剛交了樓 之後放租出來的大單位 還有發展商都趁現在交樓的時機 推出了一些Promotion 將它以前收藏的美帆 拿出來賣 我們會去選一兩個單位看看 看看有什麼優惠 然後Sun Towers這棟Sylver 這條街的位置相對是比較好的 因為它已經是多一些新樓臨立 除了Sun Towers那兩棟 這邊我們直對前一棟是Sylver 都是Intra Corp 我記得好像是2015年左右交樓 後面Maywood也是今年年初年中的時候交樓 而且直走過來 已經是兩三分鐘 大家已經可以直接去到SkyTrain的入口位 然後在前面過馬路 通過Metro Town 大家其實由這個位置都可以看到 後面再過去已經是Station Square 又是五棟新樓 所以其實Metro Town的發展 相對是比較成熟 但這裏的特色我覺得跟Brandwood比較的話 因為大家很多時候Bernaby 都是以Metro Town Brandwood做比較 我就會覺得這裏 我想除了Station Square的區 是一個好像屋苑式的小區 下面這裏都會是單棟 或者以兩座為一個屋苑的居多 大家會看到剛才我說的 這裏後面金色的那棟是Go House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 又是兩棟 Go House後面是Boffel起的Modello 又是一棟 所以這個區域大家都會看到 是比較細形的屋苑為主 然後如果一路再向南望下去 都會是一些比較舊的建築 將來繼續會有rezone和發展的空間 我們現在就已經走到 Sun Tower第一座的底下這裏 這條已經是SILVER 兩邊都有一些給米標的停車位 就不是很爆滿 現在都還有很多位置可以停 然後我們就向Sun Tower 2進發 走幾步路其實已經到了 門口位 我們就上去先看看租盤 我們現在就來到Sun Tower 2的入口 門牌地址是6398 SILVER AVENUE 大家看到現在其實還未100%員工 人們還在做清潔 然後就有一個入口 然後就有一個入口說 Hey hello 現在馬上要做得這麼乖 你怎麼會躲起來 我一直看我之後就 因為我想說Oh my God You're from here 然後我就會坐在裡面 這個位置就是大堂 剛剛文化展商拿了幾抽鑰匙 就有一個concierge 我問他多少 你的時間是多少 多少 8-4 8-4 星期一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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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麻煩你 那concierge hours就是星期一至日 8點到晚到4點 就會有一個人在服務大家 我們就進來這個非常陽光充足的單位 這個就是放租的 單位號碼是1203 12樓的當初發展商買出來的Plan C 它也算是特色單位來的 因為是向著正藍的 大家看到這個metrotown的南邊 其實現在可以看到很遠的風景 今天雖然天氣很好 但不算文件度很高 所以不太清晰 但其實天氣清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遠方向美國南邊的水景 大家會看到下面有一些low rise 看起來比較殘舊的建築 將來也會有發展商收地 去興建建建築物的可能性 所以未必是永久景觀 但到現在為止 人們還在住 亦沒有發展商說要去賣 所以有一段 可能幾年至十年左右的時間 都是secure的 這個單位其實是一個大的兩房 加一釘的單位 也是一個corner unit corner就是corner了西邊 除了向南的景觀之外 向西這邊還有一個露台 我們可以出來看看 西邊看到什麼呢 西邊出來 我們看下面是silver的街 中間這裏一塊空地 就未有建築物 然後這個方向向北 旁邊這兩棟是go house 很久之前和大家也提供過的 已經是旁邊的街 那裏應該是mcay 再遠一點就是cassie 那裏是modelo Skytrain就是那裏走過 我們那個單位 尤其是centauer 2 因為它不是第一棟 即是phase 1第一棟 就對正Skytrain 我們phase 2第二棟 就是相對遠離Skytrain 所以出來露台就聽到多些聲音 在單位裡面基本上很靜 但走過去Skytrain很近 那邊不必有些山景 這個就是這邊的地理位置 這間房間都可以看到向南 還有它也有多個窗 是可以看到西邊的 所以房間和客廳都是有些corner 兩邊都有多個窗 這個設計其實挺好的 這個是主人房 好了 我們進去看看 剛剛還沒說完 這是一個兩房兩次 它還有一個釘的單位 總面值914呎 我們現在放租 就是月租我們放3500元一個月 好了 我們可以大概看看它的廚房 它Scentauer的特色 就是它盡量會maximize 廚房客飯廳空間 所以剛才大家見過 在這個範圍活動 都有一個挺完整的客廳 中間飯廳 這個玻璃位是可以放一個吊燈 中間是飯廳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很長的island 再加有少少L-shaped的廚房 這邊這些都會是儲物空間 所以大家無論你是用來租屋 還是我們可以幫大家 去找一個類似的單位去買 都會預算這個單位的儲物空間 比較充足 這些上下全部都是 有櫃桶 有些就是開的櫃 它也是比較好的一點 就是它把這個焗爐和微波爐 做在上面 這些造工比較貴 但用起來又方便一點 所以我們不用每次都污了 微波爐裡面應該有一塊抹布 是不是James驗完的時候 忘記拿走 扔掉了 好 又扔掉了 不是啊 現在正在拍片 待會才會處理 應該說James漏了 我們因為和客人收樓的時候 都會推薦驗樓師再驗一驗 很多朋友說深屋不用驗 全部都是保養包了 但是都會建議大家找回專業驗樓師 因為有些時候你不驗過 你未必發現到問題 好像這間屋都有些小問題 是當初發展商的home orientation的時候 是未發現到的 我們驗完才發現 現在要再跟發展商的環境去做 好 剛剛說了焗爐 這些都是Bosch的牌子 上面都是繼續有儲物空間 Sumtowers的發展商很有趣 做了這些可以整個坐下來的櫃 方便大家好像身高不夠的人 拿上面的東西 這個成重是8kg 我建議大家放東西的時候 都要小心點 不要放一些容易滾出來的東西 好 然後這些是大片的Tiles 抄油煙機 爐頭是5個Gas Verner 30吋 爐頭下面繼續有儲物空間 因為整個焗爐搬到旁邊 然後這些都是大小格的櫃桶 雪櫃也是30吋Bloomberg的大雪櫃 也分了很多格 細小的大大不同的櫃桶 下面這個獨立的櫃桶 是可以再調校溫度的 這是Good Features 這邊有個長的Island 繼續都是一些可以拉出來的儲物空間 然後洗手盤 下面這裡是洗碗碟機 牌子都是Bosch 然後三格櫃桶 到底 這塊是釘 因為這是兩房加釘 它製造了磨砂玻璃的Sliding Door 可以全部關掉 但就算關掉 在裡面也有光可以透進來 不會像很密閉空間 不關掉的話 也可以當作是玩具空間 或者是空間 這邊已經是門口 作為一個角色的大單位來說 不算太多走廊位 這是門口 門口進來的左手邊 已經是客廁 客廁 我們很快看看 重點是主人房廁所 客廁也有滅血 也有安裝了地暖的主人房 有一個Medicine Cabinet 以及鏡面也有LED光 兩邊可以開到櫃 這邊有Tiles 我們去看看兩間房 洗手間出來門口 打開大雙門衣櫃 它有洗衣機放在Bloomberg 尺寸足夠大家將來換大尺寸 這邊也做好了架 讓大家掛衣服 裡面也是鋪了Tiles 走兩步來到廚房位 Dang 然後客廳是兩邊房 我們可以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是Connor 床可以這樣放 相對於客廳的空間 主人房的房間尺寸會比較小 客人也是這樣和我留言 然後來到這裡 good features 就是衣櫃 全部有幫你做這些shelving organizer 就不只是給你通理 後面也有 進來是一個5 piece的洗手間 是長條形的 有地暖 我們從最遠的shelves 開始說 主人房的洗手間 整個洗手間都有Tiles 然後地上是纖維底座 有ring hat 有可以拿下來的花沙頭 然後 兩個sink 然後也有一些櫃桶在下面 這些都是medicine cabinet 兩個 這個可以嗎 這個也可以 然後這裡就是浴缸的空間 這邊的浴缸沒有花沙頭 直接浸浴 這裏是毛巾架 New Heat 這就是主人房 看出去的景觀和客廳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就看看最後一間房 這個是冷氣位 這個單位是有冷暖氣的 那部機器在 定時大家 即使你租客也好 都要換filter 不然你就會吸一些很不乾淨的空氣 然後這邊就是2nd bedroom 這個bedroom也是一樣 兩面都是做好了organizer 那它的衣櫃門的顏色 都是做了一些木色 有銅白色的牆壁 有些對比 那這個單位我們就看完了 剛剛也跟大家說了放租的價錢 有興趣的話可以WhatsApp我們 我們安排大家上來看樓 還有辦後面的手續 那現在我們就去看看 另外兩個單位和會所設施 平時通常就是一條片 可能分享一個單位 那我就代表那個銷售人 去Promo 或者去展示那個單位給大家看 看看有沒有人適合 然後就去買 那今天就很開心 可以用一個買家經紀的角度 就是分享一個放租的單位 然後希望可以多分享 給市場不同的買家 去看到這些產品 所以就問發展商 拿了很多鎖匙來 展示不同的單位 因為有些時候 跟客人去看某一棟樓的時候 可能是緣份那一刻 只可以看到某一個向北的單位 但是原來有其他方向 大家是沒有機會可以上去看的 或者要等下一輪 要約等等 那既然發展商大放鬆 可以拿這麼多鎖匙 那我們就把這個建築 盡量多一些不同的角度 都可以拍給大家看 將來變成這個單位不對 不重要 或者這個樓層不對 我們可以知道 起碼知道景觀是這樣 我們就可以看著 還有哪些樓層放出來 或者哪個方向要 哪個方向不要 希望這段影片 變成一個很實用的 一個view的指南 大家除了知道價位 還可以知道 Sun Towers這棟樓 看出去的景觀是怎樣的 幫助大家將來去選擇物業 好了 我們今次來到的這個單位 就可以說是全層最大的兩房戶型 就是987呎的室內面積 然後現在我們是17樓 這個單位是還未完工的 大家看到雪櫃的Panel也未安裝 發展商就還保持這個單位 它的售價 包括GSC 即是有一個優惠 就是124萬左右 這個單位的特色 一個就是一個很長很長的Island 你在上面有極多的 這裡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然後也可以在巴椅位 可以坐到五、六個人 直接開派對 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它可以將客飯廳分開 現在我廚房看出去 就向東的景觀 這個位置可以做一個完整 自成一個飯廳位 然後到這邊就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客廳位 客飯廳分開 都是我跟很多客人去看現樓或樓花的時候 大家經常是選擇的一個戶型 因為現在很多樓宇很喜歡 把客飯廳並在一起 變了有點不知怎樣擺位置 現在這個位置分開了 就比較容易擺架子 另一個特色就是它有很多很多菜光位 這裡有兩個露台 一邊的露台 這一邊是向北的 向北的話就多一些樓 看看 Station Square 有一點點生境 這裡出去的露台 大家可以看到 它向北 雖然前面有Sun Tower One 但它又不是 對得很正的 還有少許縫位可以看遠一點 看到Sky Train Station Square 遠一點的生境都有 然後這裡就是向東 向東的話 現在大家看到它在建樓 我們直面前這個就是Low Rise 大家看到它是木結構 應該是這個項目的出租樓宇 是矮一點的 然後遠一點那一棟也是矮一點的 這一棟稍微高一點 就是旁邊坐開了 遠一點就是Moda 再遠一點就是東邊 南邊的景觀 這個是單位的其中一個露台 另一個露台就是開在飯廳 這個可以在BBQ露台 這邊的景觀跟剛才向東是一樣的 多了一個位置 就看南邊看得清晰一點 就是這個向南就簡直看到水是反光的 所以這個單位 另一個特色就是兩個露台 很多的落地玻璃的採光位 所以整個客飯廳就很光亮了 之後它就分開兩邊房間 這裡就是主人房 這個房也都感覺是明顯 比剛才我們看的所有單位 包括它第一個放租的兩房也更大一點 然後這裡是走廊衣櫃 兩邊都有自己的門 跟剛才那些開了的門 就是衣櫃有點不同了 這個五層洗手間 也是做得更正方一點 就不用去洗澡或關門 就是很完整很正常正方形的五層 兩個長的櫃子 兩個鏡櫃 這邊是沙櫃櫃 座座在這邊 後面就是泡沫 然後這裡整個都是有樓梯的 亦都有地暖 這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正方形的五層洗手間 然後另一間房就去到很遠了 所以你的兒子在旁邊玩遊戲 很哀哀哀哀哀哀 的資料都會比較少一點 第二層的尺寸也不錯 而且也是一間房間 多一個窗 除了這邊是北之外 還有一個洞 而且如果你的床 根據這樣擺放的話 其實你床頭位看出去也不錯 之後就是這個衣櫃位 然後這個單位 因為它真的是大一間房間 所以我就看到它的走廊位 比較多 這個是冷暖器 這個是第二層 我不用拍了 然後這裏走廊門口的櫃就小一點了 不是小小小小小小很多 這樣 這個就是洗手機 所以從門口進來就多了少少走廊位 這個有點害怕 有點畏高 好害怕 我們現在開始看的 全部都是發展商收了的尾盤 拿出來賣了 現在也在做一個挺吸引的 就是包含GST 因為很多時候 幫我和客人去看新樓的時候 都會涉及GST的問題 因為這邊 大家在溫哥華買樓的時候 如果是買二手樓 就只給PROPERTY TRANSPOR TAX 就2%減2千 如果買全新樓的時候 或者是樓花 就要硬吃給5%GST 這家發展商的優惠 就是可以幫大家 去給了這個GST減免 我們這個單位是一個 一房單位 室內580呎 主要是向著西的景觀 我們因為是25樓的高度 所以其實看出去都相對開揚 而是有其他樓在 大家始終在Metro Time的市中心 就有City View 遠一點就是舊樓 以及Central Park的景觀 所以大家看出去 25樓高度都很多樹 這個建築其實就去到26樓 所以其實我們已經是10人房 上面還有一個單位 在上面就是藝術形的頂就沒有了 我們現在去看看單位的裡面是怎樣 這是一個580呎的一房單位 它的開織相對都挺開揚 剛才也說了Saint Towers的發展商Belford 他比較著重客飯廳空間 所以即使是一個一房單位 你也有一個很完整的廚房 Guard Island 然後有些巴桌位 來到中間 這個位置可以放吊燈 還可以放到飯廳位 四人或者六人 來到這裡還有一個比較完整 可以放到大梳化 甚至可能是塞樓桌的位置 有一個小小的角落 除了有篩之外 也有一點點北邊的山景 變了風景不是那麼單一 房間的話 它就是採取了sliding door 這就是磨砂的原理 或者是那個功能 變了它開的洞是比較大的 平時如果是一個門的話 這裡也會是實心牆 只剩下一個洞位 它現在這樣做的話 我想它的優點就是 它上家房的採光比較大 變了兩邊都有些光了 這裡看出去就是自己的露台 和向西的景觀 這裡就可以放到床 然後旁邊這裡有個衣櫃 這個衣櫃我覺得有一點小小小的 可能不是很掛到衣 大家要看看在下班再做個櫃 除了其他都可以的 也有做到organizer 然後我們可以看看洗手間 這裡就是洗手間 洗手間的話 它一房的洗手間 都是一樣有做到地暖的 有new kit 所以大家冬天用會很舒服 一樣有medicine cabinet 然後剛才也跟大家看過 浴缸這次就因為它只有一個洗手間 直接浴缸加上面shower 也可以拿下來調校高度的花灑 還有有nitch 讓大家放些沐浴露洗頭水 廚房也做得比較充足 因為有這個大的island 便可以桌面放很多東西 然後下面的小碗碟機 和剛才我們看的單位都是一樣的 但是爐頭就是四個gas burner 然後這邊就是雪櫃 都是一樣是bloomberg 但是是24吋的 這些都是儲物空間 門口進來都有很多儲物空間 剛才不是說它的主人房衣櫃小的嗎 這裏有幫助 可以放很多衣服 這個積的話 就是剛才說了 室內總面積580呎 現在發展商做Promotion包GST 就759,000左右 如果大家真的還在找一房單位 而且想要高層一點的話 就剩下這個 我們現在由剛剛25樓 就來到5樓 就看一個兩房兩次的單位 850呎 發展商現在包了GST之後的優惠價 就是102萬7千元左右 它就算是一個沒什麼view 但是便宜的兩房兩次 出租的投資回補相對會高一點 以及大家也可以在兩房上車 這次是深色的Color Skin 門口進來是洗衣房 之後就會是全套的廚房 加上長的Island 然後積跟剛才很相似 中間就是飯廳 那邊就是客廳 今次的方向就是向西北 所以變成北邊 你就會比前面 而新Tower One的一旗遮遮一點 西邊相對的都是扭勁多 所以變成這單位置合 價位會便宜 尺價位也會便宜 一樣就是兩邊的房間 這邊是Second Backroom 然後客飯廳的另一邊就是Master Backroom 這間房間的尺寸跟剛才一樣 然後走過中間走廊 就會有衣櫃和空間 然後洗手間一樣 都是五層的 由整個洗手間一樣 有Floor Heat 有Tiles 有Shower Double Sink 然後最後就會有浴缸 就是這一邊 整個洗手間都有Tiles 這個單位的露台 雖然它的樓層比較矮 但是也會比樓層比較多 不過有時會跟樹比較近 我走出來的話 感覺不太半空 好像是Ground Garden Level Unit 多看一些樹 另外就是Sun Towers 因為是兩座 一旗和二旗 這個樓盤的特點 就是它的會所設施比較豐富 會所主要是放在Sun Towers 1 我們由這個單位 已經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很大的Gym房 就是在二樓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泳池 也是挺長的泳池 旁邊還有一個應該是熱水浴的池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Sun Towers的話 如果你是有租客搬進來 或者自己用的話 設施會比較豐富 其實現在我也知道 有很多客人在找租盤 我剛才跟大家分享了 九百多尺的兩房 都已經有人在問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盡快 如果你是住在Sun Towers 或者附近的建築 你是有單位放租 或者想放售的話 都可以歡迎你聯絡我 因為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客人 在找房子 或者在找房子 我也希望可以 用影片的形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讓大家去選樓的時候 可以多一個選擇 多謝大家 我們剛剛在Sun Towers那裡拍完影片 現在很餓 所以又要進入我們的美食環節 其實我經常都不知道 Metro Town附近有什麼好吃的 永遠吃東西 就是想起Richmond 但是今天終於盛起了 因為這裡有我們上海人 馳名的 我最喜歡吃的小龍包 這間叫上海本色 這間很小的店 這間店很簡單 主要是吃一些很地道的上海 包括小龍包 鍋貼 和生煎 我想如果大家 不用一起 不用一起 那裡面的店裡的人 都是上海人 基本上聽到 全部都說了上海話 你都看到他在做不同的糕點 他的賣點就是 小龍包 鍋貼 和生煎 有分鮮肉 蝦肉 我今天全部叫做鮮肉 上海雲吞和香港雲吞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在香港吃茶餐廳 雲吞通常很大包 一塊肉 像燒米蝦餃一樣 上海的小雲吞 其實是很小粒的 肉是很小粒的 你會看到 肉是一粒仔 一粒丁 其他全部都是皮 其實這隻已經算大了 我小時候吃的再小一點 皮是再薄一點 柔一點 是嗎 是啊 所以這些小雲吞 可以吃很多 可以吃十幾二十幾粒 幾十粒都吃 可以的 當飯吃 是啊 我小時候 我記得是媽媽小時候會做 可能做 或者是買一大包 可能一百粒 每天早餐我下十幾粒 他除了雲吞之外 他還會加一些紫菜絲 加一些蔥 一碗的 淡淡的湯水 就是這樣 我這個半上海人 你好像差筷子 差一點 差一點 所以這個匙巾 綠食了 吞了嗎 很小粒 很好吃 那麼容易吃不到 他剛剛見蒸氣 給酒樓 他馬上煮 他馬上煮 馬上煮 是啊 馬上煮 不是馬上煮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好像濕水 不錯 嗯 好吃 嗯 但是有點熱 忘了我等一口洗進去 你不要啊 你辣了 對 我覺得OK 嗯 你看 肉 濃郁 覺得很好吃 好像汁水很濃 對 汁水很濃 好吃嗎 嗯 我的耳朵是否發光 哈哈 不要拍了 不是啊 OK的 發少許歌可以的 不要緊 很有趣的 哈哈 你會想 耳朵是否發光 我看到我的耳朵倒影 嗯 我看到我的耳朵倒影 嗯 我這個 比例裡面最多汁的 不是啊 就是這個尺寸但是 不是啊 我叫我要拍那些汁啊 你 拍不到我絕了很多 裡面 我知道啊 我要拍的時候不停吃 最後一個了 幸好浪費了它 你看 是嗎 哦 噢 是 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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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嘩 好濃郁的汁啊 很多 很多汁啊 但是這些鍋貼呢 因為它比較擠 它的汁是集在某個位置 它未必是平均的分佈 所以大家吃的時候 要小心點 有些時候我們咬這裡 汁是另一邊飆了 好像還會帶了很多次東西 很多黑芝麻 是啊 是呀 整個嘴都是 嘩 全部都是麵粉 多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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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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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哪裡流汁 倒出汁 哪裡流汁 不知道在哪裡流汁 不同的味道 我覺得不是 因為皮不一樣 皮薄很多 吃下去 肉的口感有點不同 肉應該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全部都是鮮肉 肉就是一樣的味道 對 對 因為皮不同 所以 有點不同 我覺得 我們叫了四樣東西 總共小龍山煎鍋鐵雲吞 其實平均每樣都是 七到八元 最便宜是鍋鐵六個九 最貴是雲吞八個半 嘩 這麼貴幾粒雲吞 可能有湯 不知道為什麼 總共是三十二個半 好 好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